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給蚊咬 給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了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大 現在是細大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去看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我帶你來看 我又給你一支 我還是要給你一支 我又給你一支 我以為你一支 一起 搭乘 你一支 我還給你一支 好 很快去到第四節了 我們又去溫故之身 看看以前的 我們去一下戲院的舊相 麻煩你01 吃飽完要看看戲院 這間是你剛才說的 黃都戲院 在北角英王道 是啊 是啊 是不是這間 是這間 它後面那個挺有特色的 那個年代 這個其實是 原來它前面那個 是一幅真的有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應該是一個畫像來的 一幅手雕的壁畫來的 它那個魚骨是一個不知道什麼建築師 是一個有原因去建的 但是我忘記了 漂亮啊 它有一個原因 它類似擋風 諸如此類的古靈精怪的東西 但是我忘記了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就建了 好了 那就去二啊 哇 這間香港仔戲院哪有人看過 香港仔在那裡 鄉島戲院 是 在香港仔的 哇 這間戲院 很細間 很細間 以前是港九新界 紅水橋周圍都有戲院的 其實剛才我講的那條街 就是在天后 那裡一欄就已經三間了 哪裏有三間這麼多啊 白駱 新都 新都 接著就在下面是尼姆台 尼姆台很遠 不是在旁邊而已啊 當然不是啦 波斯庫街啊 是啊 但是因為我從聖坡開始出發 聖坡左邊還是右邊而已啊 隔很遠 很近而已 走後面就來領導了嘛 騎馬 兩個字才到 李頓棟 你走李頓棟就一樣啊 那間就很快啊 好 第三章 這個東羅戲院 你知不知道現在是什麼 不知道 現在是聯合廣場 哦 太子 是啊 這個聯合廣場 哇 看不錯啊 以前就是這樣的 好啦 第四呢 這間節啊 一張票看得笑 又馬地起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一張票看得笑 是slogan來的 以前看的那些三級呢 一張票可以看三套的嘛 是啊 有些 random 你看得走都行 這麼好的啊 是啊 為什麼一張票看得笑 是不是只是播鹹片而已啊 這間戲院 這間戲院不播鹹片 喂 不是啊 老闆那套英雄本色 我在這間戲院都看的 我叫我的徒弟買票看英雄本色 我買不到票 走來看這裏 前後左右的那些死道友 道友婆 哇 那個道友笑完了 那個 你看到那些道友打情罵 好像很要命的嘛 那道友婆 都笑了一盆下沒有的 看見都想打他 你覺得很噁心啊 是啊 好 接著再去 哇 這間太平戲院 那時候皇后大道宗是這樣 你想想 現在叫華明中心 說什麼啊 華明中心 不懂 好 第六 這間戲院 哇 娛樂戲院啊 這間是娛樂行啊 那家裡是不是雪廠街呢 雪廠街就是那裡 這裡是中環來的 娛樂行那裡應該是戲院裡那裡 不是戲院裡 戲院裡是皇后戲院 這裡啊 這個娛樂戲院 那裡是雲涵街 雲涵街那裡 赤樓最竹那裡 那個怎麼這麼像林黛的 那個poster上面 左邊那個 什麼holiday啊 Roman 這樣子這麼像林黛的 大哥 這裏奧斯卡金像的樣子 不可能是林黛 這裏是什麼啊 什麼玉 金豬玉葉啊 金豬玉葉啊 金豬玉葉正啊 這部戲好看的 我不知道Roman Holiday 我發覺現在的名字都改到 我都不知道誰打什麼戲 是 好 又再去 國民 我沒有讀錯了 是啊 國民戲院現在在諾克道 馬斯道 那裡走進去那裡 以前有當時渣渣的 現在還在那裡 有當時渣渣的 那裡有戲院的嗎 國民戲院 OK 我知道在那裡了 以前的CEO 現在又變成了 馬斯道 諾克道中間那一段 是啊 好 再去 豪華戲院就是你講的銅鑼灣的電車總站那裡 銅鑼灣不是有電車站迴旋處的 有個電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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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就在那裡了 豪華戲院 是啊 真不知道那裡有戲院 是啊 九啊 是啊 豪華戲院變成酒店 現在還在那裡的 普慶戲院 這個普慶戲院在彌敦道 彌敦道 佐敦道那邊 聽過 你去過 是啊 好 再去 巴士很有趣 是啊 再去 這個 梁天萊 中央戲院啊 他叫梁天萊什麼 他叫梁天萊 叫梁天萊 叫梁天萊 這個中環的又是 中央大廈現在變了 是啊 好 再去 十一 這間戲院是我看過戲的 很漂亮的 這間叫港治戲院 廟街口的 廟街甘肅街那裡 是 這間戲院是搞笑的 它不是那些一張張椅子的 是一張長椅子的 那它是沒有拼的 只要坐在那裡這樣看 你看戲之前 那些人是很聰明的 一起拿起一張椅子 扔到地上 等一等 一等走到木室才 不是你們是坐不了的 這間就真的有鬼得老鼠走來走去的 但是這間的建築物真是很漂亮啊 我講真的 它的外形很漂亮 是啊 不過這間好像是很早的 這間頭十位的 九龍區最早的戲院 明白 好 十二 哇 這間就陪著我成長的了 這個金官戲院 這間是大角咀 是啊 這間東西很猛的 那有空講一下 講一下鬼故事給我聽 好 十三 十三大華戲院 是啊 大華戲院是什麼呢 這間是佐敦 不認識 是的 佐敦 以前佐敦有很多間戲院 加和大華快樂啊 華盛頓啊 那些的 是的 好 再去吧 嗯 你認識吧 認識 皇后剛才那間戲院 是的 現在還有的 但是叫 這是正門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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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正門應該在戲院裡進去的 其實是很奇怪的正門 是在商場庫的裡面 是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個戲院 好 再去 這是什麼 緋翠明珠啊 銅鑼環啊 還在那裡 但是全都變了 裝上了 很漂亮的 緋翠明珠還有戲看的 還有 現在有 但是現在改了 漂亮的那些 是的 十六啊 這間可能是Winnie看過戲了 她是荃灣的老朋友 這間龍華戲院在荃灣的 是的 不認識 好 再去 現在還在那裡的 現在還在那裡的 龍華嗎 不是的 現在在中安加河背街那裡的 是的 好 這間什麼 平安 平安戲院 哇 現在就是平安大廈 就是在佐敦的 OK 在油麻底的這裡 是的 現在是平安大廈 好 十八呢 咦 黃先生說 太平戲院 同年時許多時間是公餘場 哦 太平戲院 是的 是的 嗯 又暴露了她的年紀 哈哈 都不是很介意的 好了 麥多利戲院在黃國的 麥多利在哪裡去了 黃國 黃國在 黏在那些酒樓那一堆 那些龍鳳酒樓 你忘記了 哈哈 我不懂 好 再去吧 這間公明戲院 又是 老表 Vinnie 那些人去看過戲 這間戲院都搞東西的 頂著那些位置是鐵的 這麼有趣 那個爬又鐵 那個椅又鐵的 真是很快散熱的 這間大廈還沒在荃灣 是的 好 20 這間 官衝 官衝戲院 咦 這麼快去到21了嗎 是的 官衝戲院 不是啊 這間京都戲院 是不是 是不是京都戲院 看不到 我看不到那些字 不要緊 是啊 是啊 是京都 是大利青廣 是京都戲院 是的 京都戲院就在那裡 我們以前 哦 我知道 我有啊 我有啊 我以前的車隊就是用 因為在這間戲院成立 所以用這個名字 哦 哦 旁邊有一間叫什麼戲院 京都旁邊 郭泰 是的 是京都郭泰 是的 哇 你問了關仔同學 我真的答到你 好 接著21 就是官衝戲院 不用想了 一定是官衝 沒有理由叫官衝戲院 但是不知道在哪裡 官衝就是佐敦 佐敦在那個 那裡叫什麼 佐敦道 佐敦道那個公園 貼著旁邊的 是啊 是啊 OK 好 這個22 哇 大舞台厲害了 你知道大舞台 以前是這樣的 哇 很有趣啊 我們以前的戲院 外形是真是 是啊 好正啊 是啊 知不知道現在是什麼 合和中心 哈哈 是啊 哇 合和中心 你真是猜不到的 猜不到的 說真的 香港發展得太快了 以前呢 你看到天空 現在你在街上拍照 全部都看不到天空 是啊 我們最後才去23 去24先吧 哇 你看東城戲院出名了 是啊 但是已經變成商場了 阿明已經寫字樓了 這裏很差猛鬼的 這裏 說 但是好笑 他們這樣說 跳一跳 他們現在東城大廈 它有所謂的小地爐 其實有一條光盤 阿明有一條玻璃可以看到下面買什麼的 那個叫商場 它打燈要打光透下去 你怎麼知道呢 很神奇 它什麼都做不到 我聽說回來 只是做得到買燈 是啊 什麼都買 是啊 因為有歌嘛 他們以前做餐廳都好 都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在這間戲院都沒有見過東西 我做事有沒有看《級別殭屍》 你沒有去女廁嘛 是女廁才猛的嘛 那應該是女廁 是啊 女廁有個女人 是有一條邊頭下去的那個樣子 一頭下去都是那個樣子 我想說 旺角現在那間 那間不保戲院的廁所都是那些東西 OK 好 二十五吧 哇 這間就 哇 這間是永樂戲院 這間是在紅磡的 就是那些板譜那裏 老龍坑街 還有那間保麒麗街那裏 真的很特色 我覺得以前一棟戲院 真的只是戲院 但是of course浪費了一些地 浪費了一些上面的建築物 但是你每一間都有自己的風格 是啊 那個樣子不同 是啊 真的是戲院得很漂亮 好 二十六吧 這個快樂戲院了 是 哪一間的 就是佐倫 OK 後來變成快樂芬蘭庸 哈哈哈哈 接著又不是快樂芬蘭庸 是用了他的名字的 OK 好了 二十七呢 真是眼鬼的 真的 A寶石 寶石你認識吧 寶石你認識吧 原來寶石 他還在這裏的原來 是啊 寶石戲院在紅磡 是啊 他在紅磡 那我還有一些舊照片呢 這是他的樣子 他還有一些畫飛的東西呢 我們不如過了你們的浸浸 好 就是我們看細小的那些舊戲院 然後我們就講一下以前畫飛的那些古典經歷 好啊 接著是二十八啦 這間是經典的 這間戲院是大個咀的 在球場旁邊而已 為什麽我會在這間經典呢 我試過在那裏看 年輕人給那家姐帶去看電影 看電影突然暴動的那時候 哈哈哈哈 有些小小衝進來 燒毀了那個什麼 螢幕 整個螢幕燒掉了 其實很不可觸 他理得你 他就是放火 不是 真是幾恐怖 我的意思是你裡面有人的 是啊 你其他東西用不如燃燒 是啊 這間戲院也是很漂亮的 外形整單 就是特色 有些特色 但是這間戲院就開始有飛機位 是什麽呢 就是你坐在椅子上 本來是動直的看起來的 拉個位去滑下去的 就好像坐飛機一樣 可以退後的 好 那我們回到二十三吧 這間是我最喜歡的戲院 我經常在那裏吃飯的 是呀 在旁邊那裏 未心亡工 我帶了最多女朋友來這間戲院看戲 我最喜歡看那些 你說我來地都是這樣說的 我看那些歌舞劇 歌舞劇 譬如莫薩特轉 時光島留七十年做很久的 是 但我忘記了 因為我太小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去那時候的原因 只是看classic music 這間戲院第一套戲 你知不知道嗎 不知道 是哪裏的 是嗎 在銅鑼灣 二刀是他第一套上映的電影 第一集 我看過很多電影 發條橙啊 那些什麼 美國丈夫發國妻 教父 我看很多戲 這間戲院 我經常去因為我附近 旁邊就是excelsior 另外一邊就是世貿 因為那間酒樓問題 所以我的活動範圍就是這裏 我記得以前這間戲院 真的很抵抵 很抵抵 25元而已 你不可以用現在的 以前25元很貴的 你明白嗎 我有一支汽水都是一元而已 或兩元而已 那兩樣東西來的 但是 但是他現在是一樣的 是 繼續 那時候我現在不來 一視你視你 一視一下 到貼地 離一下吧 隔壁中 我們隔壁中給你一齊來 是啊 我記得那時候碧麗宮 是 他的地板會響到那裏 如果那些人 尿頻那些人真的不可以去死的 他不是很舒服 施擁椅 他有超等的那些位 他走的時候會響的 好像有些板聲 我看了一條膠 因為他那條膠是防滑的 不是 下面有板的 會吵的 我不知道 是啊 我有一次真的頂不信 不是 有超等的那些位 超等 不是 他超等 不是 他在看電影 走的時候會吵的 會有些板聲 我試過一次罵那個人 喂 你不是神虧啊 大佬 你一部電影 我講那麼多次 你都要吵的 可能真的是 你沒有多八人 說完這張照片 現在這張照片就是世貿 世貿中心 是啊 這間戲院真是 我知道 我認到隔壁的Celsior 太多的回憶 這間戲院不應該廢掉 這間戲院真是很多人有回憶 我喜歡在那個位去玩 你知不知道很奇怪 他說以前看電影 是你進去看電影 他先有張書 我們去30 黃先生說他看午夜快車 在那裡做 以前你會有張這樣的紙宣傳的 看那些戲 是不是英國 等於你現在吃東西 傳單 大世界戲 現在是在太子的 以前這間戲很棒 不是啊 旁邊那張畫得很漂亮 在我建築物就是那間戲院 以前是這樣的 他真的譯到很離譜 The world in 什麼 In his arms 他就是聲威鎮九州 大哥 The world is in his arms 都沒有關係 其實現在香港的東西都是這樣譯到 所以我經常看不明白 那個名字很厲害 聲威鎮九州 馬桿 其實我不太喜歡那些戲名 變成英文 或者英文變成中文 是 有些是譯得挺貼題 挺好的 但是那些真的不能夠 以前的愛情片也很好聽 什麼《玉樓春曉》 《玉女行包》 剛才說70年那些就正常了 要你那些三副片來的嘛 不是啊 Internut 怎麼是 有一首歌挺好聽的 真的 也都好像三副片 好 還有你回來 還有你看戲 它有一本書仔的 那些叫戲鬼 介紹那套戲說什麼 就是等於你去看歌劇 它有一本東西介紹 以前每一套戲 我們經常去拿被人罵 現在是Internut 看了大概過大綱 但是以前是一本東西派給你的 薄薄的 一本書仔 是 好像書仔 是 他們叫戲鬼的嘛 是 那我們又可以去看戲票 就是以前 為什麼這些人 不過那個年代都是貴的 其實當然是貴的 是啊 好 看一下戲票 以前 哇 這些是多少年 我看不到 這些新的了 這些新一些 新的了 那31呢 你想想 紐約戲院都新了 96年之後的 這家是落星戲院的落星 這家就夠了 五個半而已 是啊 後座 哪有啊 袁州街啊 就是很近我們這裡而已 OK 是啊 落星戲院也很近我們這裡而已 是呀 OK 那個人是77年 77年 剛剛幾歲都可以 是啊 77年 這是上一代 是不是上一世 是啊 那77年看看 77年應該的人拉雲 是六七百元一個月拉人工 嗯 那你看戲呢 就是五個半 以前是要納稅的 不記得了 以前看戲有娛樂稅的 要納稅的 不 其實現在也有的 現在娛樂稅 但是你看不到香港的香港的稅 是嗎 不是 現在看戲 以前是要加上稅了 寫了 現在不要 現在什麼都不寫了 香港 記著寫了 哇 大哥看到戲要四毫子稅的 算了 四毫子都買了什麼了 那個年代 是啊 以前看戲要稅的 娛樂稅的 真是 不是很民主的 但是娛樂要賣錢 是吧 好 下一張 好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我們看回寶石戲院 寶石戲院我找了幾張照片的 記得這個嗎 這個榜 我經常都玩這個的 這個榜不是很準的 其實他 我不知道他準不準 他以前不知一元還是兩元的物體 前幾陣子有一段戲都講這個 講這個東西的 時光倒流的物體 又有一個轉轉轉的 以前應該是準確的 只不過有沒有人去調整他 是另一個問題的 你站到那個轉定 你才會入錢的 因為他會跳了那個號碼 譬如你125磅 他就會錄他125磅 有一張卡 那張卡有不同的東西寫在那裡嗎 我以前玩的那些 那些也沒有東西寫的 有的 我的那些也沒有的 就是一張灰色 或者一張五顏六色 每次後面都沒有東西寫的 很簡單 這東西除了在寶石戲院見過 新光戲院有 還有上環有的 上環那個 古董特意有懷念的 接著我們看回畫位和戲票 這個戲票 戲票其實這個都新的了 30元 對不對 以前的戲一直都是這樣的 他寫30元 這盒東西都算新的 有四點鐘長 九點半 都是那些 五顏六色 其實挺有趣的 我覺得撕一下撕一下 現在雖然撕 但是好像這隻 四點以前是否叫公儀場 還是五點半 我不知道 間間戲院不同 有些是剛剛放工去看 叫公儀場 我經常覺得這些是銷子蛇王的時間長 是 可不可以這樣說 30元都不是很久了 30元 不知道要問你 30元都不是很久了 30元都去到九零年代 好 我們看看那個畫圍 是的 這麼巧有的 十五元九賓之牌 就是1994年 他寫的 1994年都是十五元的 看電影 是的 還有那些畫圍 其實你也不知道紅色藍色為什麼呢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是的 他知道筆是兩邊頭的 一邊是紅一邊是藍的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 他偶爾有時候是紅 偶爾是藍 其實有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我看到 是的 藍色紅色究竟為什麼呢 藍色是不是單數啊 紅色是雙數啊 不是的 藍色有時候一藍也是藍 單釘也是 是的 我真的不知道 這下我有沒有留意 但是我們看到不是藍就紅的 但是為什麼就不知道 有空研究一下 現在的戲院都不用帶位了 以前真的要帶位的 其實也有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帶位 但是現在還有的 現在通常都是開了 藍色光燈之後 那個人就帶你去 黑暗暗的 未開之前就是你自己去找 因為那些燈還燈光火象 現在有些戲院很棒的 有一整行照明的 以前真的只有那個 架一行架一行 燈仔射到地上來看那個 一點點的 然後再看那個 你怎麼指望下面露鬼的那條燈仔 看鬼懂嗎 好 回來了 好 回來了 好 回來了 很快我們又去了一個歷史的紅樓 我記得挺有趣的 你查資料搜集那時候 就看到一些東西原來 真的自己都有些東西不懂的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院 有時間啦 有空還去看一下戲 因為它真的還是這麼舊的 但是我相信這些椅子 應該有些不同了 舊的戲院真的不多 你現在 少了 但是我覺得 譬如像銅鑼灣這樣說 剛才你說的JP 即是飛翠明珠已經轉了新樣 總統戲院又變了新樣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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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戲院都沒有了 其實舊式戲院都記得 灣仔那裡 剛才說的郭泰 郭泰 京都沒有了 京都變成茶餐廳 下面變成日本城 即已經不同了 另外那邊就已經沒有了 東方戲院就沒有了 因為變成教會 是啊 大部分就變成教會 東方是那間什麼商場 現在那個叫什麼 灣仔的商場很大的 灣仔 麥當勞走前一點轉進去 那裡橫街叫什麼 現在叫什麼商場 在麥當勞轉進去 灣仔 那裡叫什麼 郭泰 不是 郭泰是灣仔道 不是 郭泰不是在裡面 那裡就是灣仔道 OK 那那邊在哪邊 他不是在莘尼斯道 莘士頓道 不是 那裡叫什麼街呢 那個叫什麼 那個商場很早期 很大的 那裡 那裡什麼商場 我知道你剛才拍這條 打橫街 那裡以前是東方戲院 哦 我知道你那個什麼 鄭娟 以前很多大友商場 是啊 大友 是啊 黃先生都說到大友商場 我也是 哇 東方戲院 我第一套看的 死者是喪屍片那裡看的 第一套喪屍片叫什麼名字 轉變給你 不是 我就是香港彩色的喪屍片 但是最早期那套喪屍片 當然不是那套 那裡叫 糟了 我記得我自己看過《驅魔人》 驅魔人 就是拍頭髮 接著有個毛毛 回看的嘛 不是 我很小的時候 在迪麗公看的 你講一下我才記得 驅魔人是回看的嘛 很小的時候但我不記得 驅魔人是六幾年的 不是那套狼 哦 應該比驅魔人更大 我應該是白樂的 我第一套看的喪屍片就叫做《生人襪屍》 嘩 我看完那套戲出來就呆了 香港沒有這些戲的嘛 看到那些鬼佬就以為他咬人 哈哈 很多年了 七幾年看的 是啊 是啊 很棒 其實戲院太多了 戲院可以有很多東西說 我都沒講過那個畫畫 那個 外面以前說是Poster的那些 我們可以再講 每天再講一下有些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吃 或者講一下關於戲院附近的東西 或者有些什麼脆紋 是呀 哇 那個很 贈券我真的不知道 有 以前有贈券看電影 還沒有 即是現在有些送票那些 有些送票 不是 它直接的贈券 有些是星期六日不能用的 限日不能用的 OK 明白 interesting 好 我們時間又overrun了 其實戲院也有很多東西說的 午夜場啊 那些傢伙丟臉什麼都齊 說真的 我挺喜歡看午夜場 因為那段時間 你的人最放鬆想進去看電影 但是現在真的沒有手 而且通常午夜場是看反應的 首輪是多數午夜場的 留下再講 好 我們找到一集再講多電影 是啦 講一下我們的感覺 好不好 好呢 今晚就講了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不是 只要要share 哎呀 蠢了 剛才開球的時候說我們 是嗎 當然是開球的時候叫他share的時候 對不對 那應該多些人可以一起聊聊天 記得like我們幫我打台的page 好啦 Facebook page 今晚就說overrun了 拜拜 拜拜 我初相識的時候 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如何吃了 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的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是不是好很多呢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不是自信心大了呢 基本上本身都是 都有些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吃幾大呢 通常都是 我不是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的 基本上是嗎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的要吃到八顆 因為他直接要爆頭那隻的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就是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窩的那些 敏迪其實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他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那現在就不會說 經常肚痛了 是呀 以前一喝到一些冷水 就會立刻肚痛 立刻來了 還有那些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的 現在都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不是混了 是不是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就一條頭髮找不到 那麼就年輕 今年就三十歲 用了一支洗頭水 加一支精華素 那就見到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那可能遲些 等無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把那個浪子 靠 我 有